那在5月2号的时候呢 我教会的一个姐妹邀请我到她家里面去吃饭 然后呢我就去她家里面吃饭 就去这个姐妹了 对就是这个姐妹 然后这个是她的丈夫 然后我们我是第一次去她家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她爸爸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爸爸 这个弟兄呢 他是曾经就是很久以前就信耶稣了 但是他没有去聚过会 所以那天我们吃饭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人 所以其他的人就想鼓励他去聚会 但是我在那个过程的里面 没有和她的爸爸有任何的交谈 因为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和别人交谈 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 当我们一起吃饭在桌子上的时候呢 那她爸爸就被很多人劝导 说让她去聚会 我看到她爸爸很尴尬 所以我就对她的爸爸说 我说叔叔 你是不是已经早都相信耶稣 就差没有去聚会了 然后这个弟兄就说 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应该工作的原因 我不能去聚会 其实她说 我早就相信耶稣 就差没有聚会了 让她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就感觉放松下来了 这个女儿 你有没有从她的生活 我有没有看到她去真心信耶稣了 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有是真心 你怎样知道她去真心信耶稣了 我父亲是有糖尿病 已经有十多年的病死了 就是在她去世的前几天 然后我婆婆来我家吃饭 然后跟她说 说那个 因为我爸不敢吃饺子 然后我婆婆说 你吃你祷告 然后我婆婆说 你吃没事的 然后我爸爸自己说 他说 你为我祷告 我祷告了 我就不难受了 然后他就说 希望我们为他祷告 他相信有这位真神的存在 他也知道 就是说这位神 他也愿意去相信 能够医治他 这句说 他不舒服的时候 他祷告 他相信 对对对 就会 他会舒服 他会去寻求神 说你为我祷告 我会向神祈求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你见到她的信仰的表现呢 还有就是 我母亲在教会里面 是戴赞美的 这些年当中 她一直支持我母亲戴赞美 然后她会为教会 复印就是 复印歌篇 就是歌词 然后一直 这些年一直坚持着做 如果我母亲有的时候 去聚会晚了的话 她会跟我母亲说 说你怎么还没走 要去聚会了 要早一点去 那个时间是在5月2号 只有过了一个星期 到了5月10号的时候 那是周五 我们一起聚会 我们那个是祷告会 当时呢 她的这个父亲的 女儿和女婿 我们是在一起聚会的 可是他们突然就离开了 那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离开 没有过多久 他们就打电话 说让我们为他们的爸爸祷告 他们的爸爸 就是突然 开始抢救 在医院里面很严重很严重 我们同工立刻聚到一起 为她的父亲祷告 那当我们为她父亲祷告 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他们又来电话 说她已经离开了 于是呢 我们就立刻去到 赶到医院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被要求 很多信耶稣的人 要进到她爸爸的房间里面 为她去祷告 为她唱诗 那个仪式 然后 我们弟兄姐妹 就手拉手在那里面 去敬拜神 去唱诗 然后当唱诗的过程里面 我们那个 那天晚上的时候 虽然她爸爸离世 但是在医院的房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很平安 特别的平安 很祥和 完全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尸体 就是那种 就是感觉她像睡着了一样 就觉得很平安的睡着了 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但是我那么的踏实平安 我觉得我可以拉着她的手的 我就觉得她就是睡着了而已 就是那样 那是我第一次 然后 当我敬拜的时候 突然觉得 好像 我好像看到她爸爸坐在两个T10中间 要对我说什么 当我有这个 感觉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的 用灵去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更清楚了 就更清晰的看到了 更清晰的看到她爸爸坐在两个T10中间 非常快乐 好开心 好兴奋 她说 原来你们现在这个主这么好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 然后她说 我太开心了 你告诉我的家人 我没有什么遗憾 你告诉我的妻子女儿 不要有什么担心 就是安慰她们 然后最后她还对我讲说 你告诉我的女儿 我对她的婚姻 非常的放心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 鸡腿的话 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情节是这样 当她的女儿听到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父亲的 就是在说话 因为他说话的语气 还有他对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是很放心 知道我们是彼此相爱 而且我相信我父亲也是知道 就是说我们两个有能力 照顾好我的母亲 照顾好这个家 所以她提到了这一点 她是在鼓励我们 知道我们在失去的同时 但是我们也还拥有 拥有更多的应该 就是值得珍惜的东西 这个语气 你觉得这是你的爸爸的 对对对对 而且她对我的嘱咐 我相信就是说 她是非常爱我的 然后她平时也很喜欢 嘱咐我一些事情 她也会跟 就是叮咛一些事情 叮咛一些事情 她会说 我的孩子那一方面很好 对她很放心 她也是说出我们的一个优点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地方 这个是她平时很容易 这样说话的方式 对她平时会这样 但她平时的时候 倒没有经常说表达 说对我们的婚姻非常的放心 但是她非常喜欢我的丈夫 她跟我的丈夫叫 就是my son 她用英文说my son 中文 中文我的儿子 她叫我的丈夫都不叫名字 都是call him my son 叫他就是儿子一样 对对对 我的儿子 就是看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好的 那这个你的丈夫 你听到这句话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话语 这个语气 就是 我的父亲 就是他说出来的 就是因为 他平时说话 就是这样的 能感受得到 那关于这个弟兄呢 还有另外的两次经历 都是在天堂上见到这个女儿的父亲 那是在六 他爸爸是在五月十二号左右 离开的 那么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我在一次祷告的里面呢 又一次在天堂上遇见 他的父亲 那一次是很奇妙的经历 因为当我在天堂里面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神带我要去一个地方 好像我站在那里面 在我面前有一个 有一个布 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帽子在我的面前 然后好像神一伸手就打开了 打开了我就进去 但是我看到上面写着名字 欢乐之家 我进去以后 我在想 上帝为什么带我来这个地方 当我进去以后 我发现 这里面 好像空气都在会笑一样 弥漫的 都是喜乐的气氛 好像连树叶都会笑出声音 小草也会笑出声音 然后云彩也会笑出声音 就是一个 特别欢乐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在一个喜乐的里面 你说笑出声音 就是听到他们的笑的声音 就是一个感受到 感受到那种喜乐 好像都要爆发出来那种 然后当我在那个 那个里面 行走的时候 我就看见 好像在一个草坪一样的地方 有一个 很长很长的圆圆的桌子 就像吃自助餐 party 开一个party聚会的那种感觉 然后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的 很多人都很热闹 都围着桌子 然后来回走 桌子上面也摆着很多样的各种水果 很多很多珍奇的水果 是我不认识的 我也没有吃过的水果 都放在桌子上面 有很多好吃的 就在这个时候 感觉好像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向我走过来了 那我走到他那边前的时候 我就惊呆了 原来又是上一次 我见到那一位弟兄 然后 他对我说 我看到他的手 特别有意思是 他左手拿的全都是好吃的 右手拿的也都是好吃的 都是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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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水果 珍奇的水果 他两个手都抓得满满满满的 他嘴还在吃着 还在嚼着东西 他很开心的见到我 然后他说 这里太好了 我当时很奇怪 我说 我心里在想 咦 你能够得救就已经很好了 你怎么还能来这么美丽的地方 吃这么多好吃呢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 好像上帝看到了我的敬畏和忠诚 看到我 我虽然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参加聚会 但是上帝好像纪念的是我心里面对他的敬畏和忠心 所以他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 让我可以参观这些地方 然后之后 他就觉得特别的喜欢吃那些东西 吃得特别开心 他说 我在这里实在太好了 你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女儿 我在这里过得特别开心 如果再给我 在地上给我一千年的寿命 我都不会回去了 这里就是特别好 然后他说 你也告诉我的妻子 让他努力的追求神 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好像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主 我是自从来到这里 每一天都在学习认识这位上帝 我在地上的时候都不认识他 自从我被接回来以后 我好像在这里每一天都更认识他了 所以你要告诉我的妻子 让他很好的追求认识主 因为将来我希望他们到天堂上的时候 要比我得的更多 这是那一次经历 当我回来的时候 与他的女儿交谈了这个事情 我父亲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不能吃水果 他如果愿意吃 如果说他以后真的到一个没有任何束缚的地方 想要随便吃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水果 这是一个印证我觉得 这是因为他很喜欢吃水果 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有糖尿病 他不能吃水果 所以他极其渴望吃这样东西 以前是很喜欢吃水果 对但他这么十多年都不吃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 就是说不让他吃他就不吃 然后他现在回到天家 他没有病了 他得救了 他就可以吃了 而且他是非常喜欢吃自助餐的老人家 就是以前我们带他去吃什么 或者说他在外面吃了什么好吃的 如果有自助餐 他会当工我们说 那你的自助非常不错 而且还有就是我母亲不认识主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一定是到了天家 然后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你的母亲是信主的 但关系不是很亲密是不是 看起来很亲密 因为他也是工人 就是也会呆在美 但是他从灵里面没有真正的认识主 没有真正的认识主 就是比如说他有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 他不会就是从主的这个方面去思考 而有的时候会用世俗的方面去思考 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那个信仰分裂症 这是没有应用出来 对没有应用出来 然后他所说的话鼓励他的信仰 这是这个非常大的鼓励 对对对 这个也是说出他知道他知道你家庭的这个宗教的情况 对对对对 这是妈妈比较软弱在信仰上 对 还有就是他说的那一句 就在给我地上一千年的时间寿命我都不要 这个也是我父亲平时的一个熟化的习惯方式 比如说我父亲在以前生前的时候可能也会说 就这东西也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换呢 就是这种说话的方式语气一定是来自于他 他的女婿呢 你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呢 就像我老婆说的 就是感觉这个语气就是来自他 他说出来的话 在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能深刻的感受到 那就是他所说的 好了还有第三次的经历 第三次的经历是在前段时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见到他的爸爸 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好像上帝领着我到天堂里面 到一个很大的像花园的 类似于一个公园的地方 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走进去 我挤为神就是让我去到花园里面 去看花花草草的 所以我就看了真的很美丽啊 这里的花那么漂亮 这草那么漂亮 可是我突然注意到 有一小群人在一 就像有一棵树下面的一个草地上面 有一小群人坐在那里 我就走过去看 我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有一个天使在给一小群人上课 一排一排的坐在那里 天使好像在那里为他们讲课 然后当我走到那的时候 我又很轻压 我说我怎么又见到了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其实先见到我的 他好像他先看到我的 他就立刻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他对我说 我很荣幸 就是他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我不明白他对我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说 我的女儿 我很开心见到你啊 其实我跟他其实很不熟悉的 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 我的女儿我很开心见到你啊 然后接着他就感觉 他和上一次在吃自助餐的那个状态 完全不一样 就变得很沉稳 很父亲的那个宽厚的形象就出来了 然后他说 我的女儿我很开心见到你 我为我的女儿和我的家人感谢你 我很荣幸我的家族的人能够认识你 然后他说 我要你告诉我的女儿 我非常的爱她 然后之后你要告诉她我爱她 然后而且你要告诉她 正因为我爱她 我就要将最好的给她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告诉我的女儿 一件事情 我非常爱她 不要觉得我离开她了 不要感受到我在这里就真的离开她 我没有离开她 我在这里不停的每一天都在为着她和她的母亲和她们的家来祷告 我每一天都在为她们祷告 这是我在天堂上的一个任务 我要为她们去祷告 那你告诉我的女儿 我爱她 所以当我来到这里以后 我就非常的越来越认识主 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 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好的一样事情就是来服侍神 来把生命献给主 她说 这我知道我只有到了天堂我才知道这是最好的 所以你告诉我 你一定要转告我的女儿 你告诉她 那我爱她 所以我希望她能够得到最好了 就是把她的生命献给主 全心一生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器皿 也来告诉我的妻子 让她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不要再活在失去我的痛苦里面 我更渴望的是 她找到自己的快乐 但是不要离开耶稣 不要离开主 而要更亲近主 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在这里面团聚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 都要极力的来追求神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我好像看到天使在给他们讲课 讲课的内容是创世纪 是圣经 然后我就好像在跟这个弟兄交谈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好像天使在给他们讲课 那好像这一群人都是刚刚来到天堂不久的人 他们都在学习圣经的话语 原来我也第一次知道 他们居然学的是圣经 天使讲的课本 居然是圣经 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当我看到原来在天堂上 他们还在学习神的话语 在讲圣经 我就知道 圣经是这么的重要 神的话 虽然我理性里面 头脑里面 生命里面都知道神的话语很重要 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大的触动 我才知道圣经这么重要 我一定要多读圣经 所以那一次我见到他的爸爸在学圣经的时候 我回来的以后 我每一天对圣经的认识都不一样 就是我看待读圣经这个事情就很严肃很认真 所以那个是给我很大帮助的 接下来这个弟兄就说 因为我在地上的时候落下了这个功课 因为我没有去教会 我也没有很好的追求 所以我没有读很多神的话语 所以现在我要从头把神的话语补上 然后他说我要继续去学习更多神的话语 因为我在地上把这个功课给落下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和我讲话的时候是那么的慈祥 好像他的智慧都变得更宽广了 他整个人的心胸都变得很宽大 就是他真的感觉他越来越认识上帝才会变得那个样子 好像越来越成熟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好了我不能再和你讲了 我要回去赶快上课 我不能错过每一次学习神的话语的机会 不能浪费那个功课的那个光景 然后就感觉他很快就坐到那里去听课了 我父亲呢 就是像小处 他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对尤其是对晚辈 他是非常慈祥的 比如在这里叫小处说我的女儿 这对我来说我是不惊讶 我的父亲就是在对晚辈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说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然后说我见到你很高兴 他真的是我来到这个教会给了我极大的 从信仰上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西野 就是鼓励 在我最困难无助的时候 他都一直通过神 用神的话语 还有用为我祷告这些方式 真的是就是说 我明白我父亲对他的那个荣幸 就这一份荣幸 确实是 很好有这样一个人在我和我母亲的身边 然后就是说我父亲说到这个 他没有机会去学习 这也非常的是我父亲的作为 因为我父亲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 然后我一看到那个状态 我就知道啊 真的他现在开始不如正轨了 要去学习了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的母亲也刚刚好是不快乐 他想寻求一点他自己的自由 但是呢他又是不知道怎么去寻求 确实是需要我父亲告诉他 就是说去有他的快乐 有他的自由 但是无论如何 是不能够偏离神的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说 我父亲最后跟他说的那句 我觉得是最像我父亲 就是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了 我不能浪费每一次 我去学习圣经的机会 我父亲在平时也是这样 如果他 他是一个技术人员 他是一个技术人员 就是说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尊严 那么他就是说 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去学习 也不会放过每一个 就是说能让自己禁锢的那样的机会 他会一直坚持 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会去坚持 而还有就是我父亲说 我希望给他最好的 我是爱他的 我觉得这对我真的爱吃 我觉得父亲没有走 他还在我身边 我就是说 神也是这样的爱我 我也看到了 然后就是 我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是 给我最好的 就是让我好好的跟随住 他说到要给我最好的 虽然他没有说得那么透 他没有说得那么透 但是我就知道 是让我好好的跟随住 所以从整个经历 你的确相信 的确是去到天堂 见到你的爸爸 是的 是的 这个毫不怀疑 毫不怀疑 好的 感谢主啊 二子妹呢 在我们教会 是非常 深受我们大家喜欢的一位姊妹 是在主里面 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子妹 他真的就是平信心做 他真的就是平信心做 不是说单靠人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主的 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中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年龄小的一个子妹 他家在外地 以前也没有见过 然后他就来到了这里 因为他们的母亲认识 但是他们没有见过面 也从来不认识 然后他就是帮助这个子妹 他从一来到这里 他就接待她 完全的 完全的帮助她 完全的帮助她 为她找工作 带她买衣服 对她提供食素 鼓励她 告诉她在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 虽然说这个子妹有的时候 不一定能明白这份苦心 但是我相信父子妹不是介意这个 他是凭着对上帝的一份爱 在主里面做 上帝祝福他 再比如说我的父亲刚去世的时候 我的家里面没有人能照顾我的母亲 当时亲戚都没有在这边 然后他孩子的年龄非常小 但他还是到我的家里面去 当我跟我的丈夫不在的时候 他就去我的家里面 照顾我的母亲 为我的母亲做饭 跟我的母亲聊圣经 为我的母亲开通我的母亲 跟她一起祷告 然后经常跟我母亲有一个联系 非常的感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教会 有任何的事情 他也会委身 就是他委身在这里 他愿意让我们这个教会更好 为我们这个教会有负担 就是没有就是说 因为他其实是有命定在这里面 但是他愿意委身去做 在主里面去做 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事情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你觉得真的有属神的生命 有 所以不但去这个经历 不但去灵里面建一项 去天堂这个经历 而是他的生命里面 真的有神的生命呈现出来 是的 他非常的就是说 也一起在鼓励我们 他每天都在我们的QQ OICQ里面 为我们传消息 都是一些 他看到的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他自己写的一些的感动 都非常的激励我们 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无论是在听到的过程中 还是在任何过程当中 有一些疑问 他一定会为我们 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给我们讲 非常的有内心 然后不会就是说 不管我们 或者说 或者说 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好 而看清我们 都是绝对没有的 感谢酒 我们要过一酒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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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